你好 欢迎收看Tnews联播网 我是主播陈湘怡 但您关心在前总统马英九促成下 蓝白政党协商总算在15号达成的共识 那么周六将会确定是侯科配还是科侯配 那么对此有民众是表示乐见其成 但有人认为这是作秀可能会影响到投票的意愿 本周三国民党民众党进行政党的协商 并在前总统马英九的协助之下 正式达成六点的共识 将由国民党民众党及马英九三方各推荐一名民调的专家 检视本月7号到17号的民调 加上内参的民调 最终结果将在明天早上公布 科侯配还是侯科配 实际上街询问民众对蓝白盒的看法 民众看法两极 有民众表示无论谁政谁负都不会影响投票的意愿 但也有人表示原先是看好柯文哲 如果柯不是政的话就不想支持 本身对蓝白盒是赞同 应当不赞同 那你觉得不赞同的原因是什么 不赞同 因为他们那个理念不合 为了要打胜仗 这样以后他们那个立委什么那些 都会很多问题 而且那个政党票也会出问题 那你本身啊就是你比较看好谁当政谁当副呢 嗯 本身哦 应该柯文哲当政吧 那为什么你会觉得柯文哲应该要当政呢 就想给不一样的政党试试看 蓝白盒之后 是侯友宜当政 然后柯文哲当副呢 那这样子会影响到你的投票意愿吗 嗯 是不会的 也有民众觉得蓝白盒比较像作秀 如果不是因为对手过于强大 才不会有今天的蓝白盒 呃 基本上 我不是很看好蓝白盒吧 所以就是 一方面我也没有很喜欢蓝色 也没有很喜欢白色这样子 然后所以他们盒就是 不是太关注这个 这个动态 就是感觉很像在作秀的感觉 最终民调结果将于明天揭晓 究竟会是柯侯配还是侯柯配 外界都在等着看